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a 哇 我們今集真的 極度超級重女 我們今集拍的這個系列的開箱 全都是黑寡婦裏面的人 Natasha Romanov 妹妹Elena 模仿大師 YA 其實黑寡婦呢 我真的蠻喜歡他們 復仇者聯盟的那批女英雄 還有一些比較溫柔 外表比較柔弱的女性 還有紅毛女 但是我比較喜歡打女的角色 這些很狠 這些我眼睛心心眼 如果你說的話 到母者羅拉那批 我是很喜歡的 所以我也小期待這三隻的實物 他們的號碼分別是MMS的 602、622和601 我們就先看了601的Natasha 先看看地台 上面就寫了Black Widow 那臉就比較特別 好像一個玻璃的裂紋 如果你是有MMS的603的話 會發現這隻601和它的武器 其實相似 它只不過是 套衣服的顏色不同了 那我們先看看它的武器 首先就會有兩顆 一樣的雙截棍 然後就有603果身 我都有介紹過的 有一個 有兩條應該說 可動關節的這個雙截棍 可以屈曲去你想要的角度 最盡頭會有一個很尖銳的鉤 除了它這個邊之外 就有三把槍 最基本的手槍 第二把呢 就是比較闊身一點的 你會看到它中間這裡 是有一個紅色的瞄準器 Natasha的可換手是有四批的 第一批當然就是會有這一對 握槍用的可換手 第二把呢 就是握著剛才那個邊用的可換手 第三批可換手呢 就是有這樣輕微放鬆的手型來的 最後一批可換手呢 它們就不是對稱的 首先看它那個 右手先啦 右手呢 就是這樣放鬆擦開的 而它的左手呢 就是做這樣的手型 我發覺也挺輕的 挺輕的 就是學蔡斯Figure呢 它的好換手眼是最後一批 是特別不同的手型 它的本尊呢 就是這樣的啦 老實說 我對它有少許的眉意 你看到它的衣服呢 其實是十分之簡單的 它的底下是純白色的這個滴膠 但是呢 它也加了少許的東西 去令到它 呃 有一點線條 應該這樣說 例如呢 你看到它在腳這裡呢 已經是有一些銀色的滴膠 從這裡開始一直拉拉到它上面的 除了銀色之外呢 還會有這些白色的立體滴膠 雖然呢 它就下了這些details上 但是我覺得呢 它的身形是差一點的 因為可能它始終 都是大家那麼多個女的figure 去share用這個包膠素體的形態 所以呢 這個線條上未必可以 好完全地表達這個角色的線條 Natasha 其實或者你的演員 Skylis 它那個身形我覺得很美的 要有的地方都有 有腰有過有落 但是呢 你看它這個figure呢 其實它很扁平的 你不太看到它的線條 假設它的身形應該是這樣的 很有腰形 但是它現在這個是水桶腰的 它最慘的是這條bell 它不是腰位 它是偏低的 就變成了你看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好像有個假圖欄在這裡 無論是旁邊 還是正面是呢 你只是看到它的身形是有少少走樣 它現在是真的好像 懷孕了三個月的樣子 它這條bell的旁邊 是連著一個窗袋的 那你就可以把剛才說的那兩把 相同的窗袋放進去 關節呢 比我想像中 可不可以說好啊 其實應該不好啊 因為我想說它那些手 和膝蓋都挺容易去屈曲到的 但是這個 應該是骨質疏鬆的表現 就是我剛才屈的時候 它有一點點彈回來 或者落回來 它的手 有點擔心 不過我想這隻呢 我應該會動它在這裡就算了 不會做太多複雜的動作 因為它始終呢 由頭到腳都是滴膠 我就不要想它會爆 或者會位移等等 至於它的頸呢 其實都十分粒粒粒的 它繼續做是硬滑滑的那些硬膠的話 其實好像都OK 不一定要弄得那麼遠 它的頸 就像我想說呢 我沒想過呢 它們這些打女 都會這麼有這個心情 去紮過這麼漂亮的頭 就是它呢 和Elena呢 頭都紮得很漂亮的 說真的 我沒見過Natasha呢 這麼有造型的 去實心打扮自己 看完Natasha的樣子 其實都很正常 是做得都算是 像樣子的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 是我眼睛的問題 或者是大家都覺得的 就是 我經常都說Hot Toys的Figure 它們的鼻子是什麼的 例如我這隻Natasha呢 就是我意思是 鼻尾是 可能有一邊的鼻子 是零碎了 或者是低了 高了 而我這隻呢 它呢 是 有一點點 赤膏的 我不知道大家 有這隻601 會不會都發現 我自己經常這樣看 是看到鼻子的洞 是會有點出入 好了 然後呢 我妹妹Elena 她這個地台呢 就跟剛才不一樣 她呢 是偏向綠色的 還有呢 她就沒有剛才一個 好像 爛了的玻璃 那樣 那下面呢 就是寫著Elena的名字 相對一下呢 Elena的武器呢 是比Natasha多的 那我們就看了 跟Natasha很相似的 雙折棍先 其實我自己覺得有點多餘的 是有這兩支呢 是相同的 一樣長度 然後呢 它第三支呢 就是比較長的 其實我把這兩支拼在一起 它們的長度呢 都是一樣 還是可以設計到 把這兩支可以 黏在一起 就是黏在一起 分開又可以 那對於玩家來說呢 又好像 方便一點 那我自己覺得 好像 不需要弄這麼多支 你以為這些棍子就這樣結束了嗎 不是 其中有 另一支呢 就是有這個可動關節的 那它本身出來的樣子 一定會成熟 那這個我就算了 因為始終 你本身是可以動的話呢 日子久了 它可能沒有了那個承頭 你會彎回來 那它給一個有可動關節 你呢 我是理解到的 但是如果是剛剛那個呢 我覺得你只會出兩條直筆 然後可以黏在一起的 就算了 Elena也有手槍的 但是它就不像Natasha Natasha 就是有比較多的 Elena 就是只有一把槍的 就是最香的武器呢 就是會有這個軍刀 那它總共有三把 你看到它刀柄去到刀鋒 其實都是一個 好像 焗漆 還是一個比較牙色的黑色 那我自己覺得呢 這樣看起來好像流流的 雖然它的手槍位呢 是做了一些通通的細節 但是我覺得 你可能 那個槍跟那個刀刃 可能是不同的質地 可能不同的顏色會好一點 不是 軍刀是有全黑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它 好像 太過小 不想搞那麼多東西 而全部有一隻的感覺 最後一件Elena的配件 就是有它的 Headset 它是負責拿這個直升機的 嘩 如果它配合我的直升機 真是一流 但這個是不可能發生 它其實做得是挺精緻的 你看到耳罩 裡面有這些網紋 甚至是它上面纏繞的那些線 其實全部都做得很仔細 我覺得HOTO的時候 很搞笑的是 它的配件就做得很軟 但是有些它做得很仔細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啊 說漏了 剛剛Natasha 她本身的可換手 不是 她本身的手是拿拳頭的 而妹妹也是拿拳頭的 Elena 她是有四款的可換手 首先第一款的可換手 剛剛就心想了一陣 她本身那對都拿拳頭 為什麼要多拿拳頭呢 這個 它中間是有一個小小的洞 這個洞 就是給你用來拆把軍刀 在裡面 第二個可換手 就是用來握槍的 雖然槍只有一把 但是 我想她的原意是 打算讓你左手又可以 右手又可以 所以都配備了一批 握槍的可換手 第三就是一樣 都是用來握著邊用的可換手 剛剛Natasha那批 就不是對稱 但是Elena最後的那批好換手 就是對稱的 有一點放鬆垂直的樣子 進入最後直路 就是看看Elena的本身 其實呢 我覺得Elena的身體 做得是好過Natasha Elena這個演員 她自己的身形是比較圓潤的 我不想說她肥或者大隻 她是真的比較圓潤的 所以呢 她這個包膠素看 她完全沒有問題 我不覺得她有 不平衡 沒有線條等等的 相對上 我還比較喜歡她這套衣服 剛剛Natasha那批鞋 是去到大概小腿位的 但是Elena這一對 就類似是十六個洞 那些Dr.Martin的款式 那行動力是比較高一點的 你看到她的底是灰白色 上面是配備了綠色的鞋帶 上面呢 就是她這條 我想應該是身穿跟褲子連著的 那她白色的這套衣服呢 是尼龍的質地來的 可以想像到 如果是現實世界裡面呢 她這個是 防水啊 防雪啊 那些功能在這裡 這裡呢 其實是有些細節的 那她就打了一些閘 在這裡拿了一些橡筋 她已經是輕盈 有線髓 然後旁邊有一些橡筋 可以拉動到這個靈活性 即是她這套衣服的設計是十分之好 我自己覺得 突然間 講衣服啊 跟大家在這裡 至於呢 去到她大腿的位置 就比較特別了 一邊呢 就是有三個 弓刀的套 另一邊呢 就是一個窗袋來的 她這個防彈衣呢 我剛才是有點 驚訝的 就是我在想 打不開的 然後 誰知道呢 她可以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 你看到她純白的衣服 中間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是不能打開的 大家就不要多手了 至於她外面的衣服 為什麼可以合起來呢 就是呢 你合到她這麼深刻的時候 她會有一個磁石 把它黏起來 所以我是有點驚訝的 雖然她的面衣服呢 她這個位置也是利龍布 但是她有一個 棉的質感是比這個 所以她是比較 軟身 我自己本身呢 是挺喜歡 6加8的顏色組合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她這套衣服呢 是真的做得挺漂亮的 真的好笑 我想說 她們呢 那麼凶狠 但是她的頭髮 那麼漂亮 她的頭呢 是超級有那些 神話的 女性人物的頭 就是雅典娜那些 那些呢 很輕窄到她的頭髮 那樣的 就是想用這麼漂亮的 髮型 妝蛋 去綜合她們的 凶狠本性 對啦 其實兩隻 黑寡褲呢 你都會看到 肝有病重的表現 在這裡 Elanna的頭髮呢 我一看她的樣子 我已經心想 蛤? 你本身的鼻子 是這麼豬膽的嗎 你側邊看 看到她的輪廓 其實不算是深的 她這個位置 是挺扁的 我真的沒想到 她這個位置是否真的夠 好 我們就來到最後一隻 模仿大師 她的地堂 跟剛才兩個好不同 就是完全暗黑風的 你會看到她是 藍加黑的 一點點底 還有她那個 盾的 形狀 在這裡 下面就寫了 Task Master 這個字樣 在這裡 首先會有這個 盾 在這裡 後面呢 就是什麼都沒有的 模仿大師 是會有把弓箭 在這裡 她的弓箭 哇 比我想像中大把 聽起來 她的臉上 剛剛在我頭上 下爬的距離 是一個人頭的距離 所以她真的挺大把 老實說 我對弓的認識 就不是很多 我不太清楚 那些功能 所以我也 不能夠去評論給大家聽 這個位置 真的是橡筋 你可以拉到一個距離 但當然 你不要太大力 因為她會 鬆 有弓 當然是有箭 她的箭 是有三支的 三支 她都配備不同的箭頭 那 先排好一點 最高的就是最小 中間那個就是比較偏長 最後一個就是比較肥大的 然後呢 就是會有一把這樣的刀 我相信這個是 黏在她的手 或者手臂上面用的 最後呢 會有一把 我不知道應該用刀 還是劍去形容這一把 那她的病位呢 看到一個洞洞 應該被她拿著 相對之下 模仿大師的好玩手 是比較少的 那第一對的好玩手 就是 張牙舞爪 是比較像黑豹的那對手 第二對好玩手 就是被她拿著東西用的 看到是留了一個很大的空位在中間 最後的手型呢 是右手 我本來以為是 純粹給她做些造型 但是其實呢 她是一隻在拉伸工的手 那剛剛拿她出來的時候呢 我簡直覺得 可能因為已經拆了兩隻鋁 所以就覺得 哇 她這麼大舊 真的像個男生一樣 但原來呢 我是沒有理解錯的 這個呢 就是模仿大師 然後呢 我們拿回 可能Elena來給 你看看 差整個尺寸 她這個真的是 男人的包膠素體 那個型來的 她的身體是 超級大隻 完全是沒有這個 女性的線條在這裡 對比起Elena 就是覺得她呢 超柔弱 模仿大師的這套衣 她都是由頭包到腳 她的質地跟Elena那一套 是比較相似的 都是同樣沒有什麼大眼神的尼龍的布料 下面呢 就是一對 藍色的 軍虚 去到小腿位置的 上面呢 就有很多防護的地方 例如有這個 膝蓋 大腿的護甲 身後一大片甲 手臂也是 你看到她的防禦呢 是 非常厲害的 不是喔 她 我有點難理解 她的衣服的設計 你看到她的前面呢 有這個 銀色的 類似頸巾 那樣的物體 你會想著 包著頸巾 一個圈 然後後面 好像有一個 披風 在飄近的 但是呢 繞了一個圈 後面 就是連接著這個 背包 就是 這個設計是怎樣的 我想搞清楚這件事 就是她這個 整件東西 是 好像那些 舊身 沾下去 我覺得有點搞笑 那她的衣服 是連著頂帽的 頂帽呢 你就可以輕輕地拉下 我其實剛才有一些 八卦的 我就這樣好裝 看看她的眼 看不看得到東西 但是 裡面是 什麼都沒有的 你只看得到 反射的自己 然後後面 你會看到她的 是有一間間的 環間來的 那這個呢 就不是她的衣服的 一些 特色 而是她的前面 有一些護甲 你慢慢轉著面 你看到那些 橫甲 其實是 扔著她的 甲 說到這一段 我就想跟大家說 這隻模仿大師的膝蓋 是可以脫下來的 它 是有魔術貼在後面 那你就可以撕開它 把它四塊 都掉下來 除了她的膝蓋 還有大腿之外 旁邊她的四個袋 其實都是魔術貼 那你可以 撕開它 但是 我想你應該 塗不到它 因為她的腰帶 其實是塗不開的 所以 你盡其量 只能夠將它們 撕來的魔術貼 最後就是她 胸口的這個甲 其實 其實這隻 模仿大師 有很多 我不是太明白的 一些設計 例如她這些甲 掉下來之後 其實是 做些什麼呢 我就不知道 給大家看看 你會看到 是這個 有一個魔術貼 在這裡 胸口的這塊 其實後面 也是有一塊 魔術貼 但是 它後面的這個 就脫不出來 所以我就 會有些 覺得 它這個設計 究竟是 有什麼含意 在這裡 有什麼 這是什麼 最靈的 超越 眼外 這udge 非常激烈 所以 每次都整個 每次都不是 最靈的 但有什麼 今天拍影片有點辛苦 很氣喘 說了一會就沒咳 而且要停止喝水 休息一休才能說到 唉 我覺得自己的費用量好像小了 好了 我們看看這三隻 其實這三隻我最喜歡的是阿妹 因為她的衣服出來的樣子是超乎我想像 遠比我覺得的好 還有她的綠色的背心是很有驚喜 即是她中間的Sip可以拍得到 反而Natasha我覺得她很正常常 中規中矩沒什麼好令你驚喜 只不過我之前的黑色現在是轉了白色版本 最後就是這個模仿戴士 她不差 但我覺得偏向了普通 因為我自己覺得她的顏色上面有點像隊長 而且她也包含了 我會想起黑炮再加上阿妹 因為她的爪和甲 對比起又不是很出色的作品 但是你有這三隻混在一起放的話 其實畫面是挺好看的 即是你很還原到場景 雖然你一拍沒什麼暗會 但是你把這兩隻放在一起是挺有感覺的 現在你看到模仿戴士 她的盾子在手上 其實她是有磁石的 打近她的左右手的位置 她就會馬上摔起來了 所以這個玩法挺好 我覺得挺方便 不用下下又要脫下手 然後套下去又會弄回她的手 我要重新再說多一次 其實在女角色裡面 其實我是比較喜歡Natasha 她那個很厲害 而且看得太多的演出 即是會澄傾於她多一點 但是這兩隻比的話 即是阿妹和Natasha比的話 我反而喜歡阿妹多一點 不知道大家這三隻裡面 會比較喜歡哪一隻呢 下一次應該會再好一點 在這裡也祝大家身體健康 因為我真的發現身體健康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有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留言、LIKE和Subscribe 還有訂閱和訂閱和訂閱和追蹤我IG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